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纪念六四活动的标语 2020年6月6日出狱 自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以来 见过多年 感受最深的就是 国内民运与国外民运缺少真正有效的互动 国外很多知名民运人士 看不见 摸不着 组织三头能力 让人无所失从 没有办法 国内想做点事成人 只能依靠自己 团结与自己持相同理念的人 艰难生路 国内民运不缺乏先进的思想及有效的方法 缺少的是国外的号称保障工作 而不是国外的指挥号召 而这一点 身在美国的人到中国 个人感觉是做得最好的 他们真的是在无私奉献 对国内民运起了很大的发展 促进作用 在这里 向人到中国的做封锁 及其所有工作人员 表达我个人的真诚谢意 并请所有的人理解 并支持人到中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 我先生张海涛 因为为民主自由人权发声 谴责发生在新疆的人权危机 从而招致中共19年的重判 他目前关业在新疆杀害监狱 距离最后一次家属会见 两年快半的日子 新疆杀害监狱一直不允许家属会见 我们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我的心一直处于雨中非常悲愤的状态 再加上要照顾年幼的儿子 时常感觉心里憔悴 令我感动和令我心软的是 我们母子得到了社会各界 各与朋友的关注帮助和支持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人到中国 对母子持续不断的帮助和支持 在国内 我们生活困难 以及没有费用去探视张海涛的时候 是周凤索打歌 雪中送探 解决了我们的染眉之急 以及我们出到美国 人生地不熟 语言又不通 无法工作 是周凤索大哥 给我们送来了过度生活的费用 然后是葛寻大哥 千里迢迢 不思辛苦 把我们从德州 接到加州 葛寻大哥 方正大哥 为我们安排了住处 为我安排了工作 以及生活方面点点滴滴 他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疫情期间又是 薛蒙春大哥 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 让我们母子住 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我一个女人带一个年幼的孩子 在美国立足 真的是非常艰难 感谢人到中国 对我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嗨 大家好 我是唐经理 从99年起 我在广州从事律师工作 并一直投身于中国的人权事业 2003年 我们和许多网民一起发起了 废除收容遣送的网民联署 当时我就担任这个联署的法律顾问之一 2004年和2005年 我参与了一系列的 广东当地发生的大型工人和农民的维权事件 其中最主要的是信昂协厂的罢工事件 还有泰斯村事件 在这次事件之后 我和郭燕律师被当局非法的停止了律师职业 2006年 我开始发起公民部合作运动 这一行动得到国内外许多朋友的支持 2011年的时候 我和我的太太汪彦芳被当局囚禁了将近半年 在那次大镇压当中 国内的许多红农人士都受到很残酷的镇压 到2013年 2014年 中共当局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 进行了更疯狂的反扑 我与2014年被捕 并被判处五年的徒刑 2019年我得以出狱 在我多年从事中国民主和人权进步事业的过程中 我观察到人道中国一直是一个积极和支持性的力量 对国内的民主和人权人士给予了很多有力的帮助 再次我呼吁大家一起来支持人道中国 谢谢大家 我是张宝成的妻子刘绝帆 张宝成是一位积极的人权活动参与者 他曾三次入狱 累计坐牢八年 2019年5月27日 第四次被捕入狱 2013年 他入狱时 我曾接受到社会上广泛的爱心帮助 其中就有人到中国的帮助 2016年 张宝成因为纪念六四图城血案27周年 再次被捕时 我家里的老人肺癌晚期卧病在床 我只有辞去工作回家照顾老人 那是我第二次又接到了人道中国的眷住 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感激社会上的各种爱心和帮助 它让我们家庭摆脱了生活的困顿 也坚定了我们继续支持张宝成 走在人权维护 人权抗争的路上 大家好,我是如玉 前因创办自媒体非新闻 记录中国民间抗争世界 入狱四年 今年六月新闻 在过去的八年里 我得到了包括人道中国在内的许多个人和机构的帮助 使我得以走出困境 谢谢大家 这些年来人道中国默默地帮助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 使他们不再感到孤单 谢谢人道中国所做的一切 请大家支持人道中国 大家好 我是中国持博通证件人 独立作家欧阳毅 因为政治迫害 我两次如鱼 2004年12月 我第二次出云 找亲友借老钱出门去打工 因为甲方拖欠 工程款不到位 我几乎破产失明 进退两难 人道中国知道我的困境 理解为我提供了一次小额无息借款 希望我早日走出困境 我开始做第二次努力 到工地去修高速公路 去修高铁 很快经济上有了启事 一家世代的生活有了着落 我很快归还了人道中国 为我提供的这款 希望他们能够用这笔钱 去帮助到更多像我一样 有困境的友人 大家好 我是欧阳若宇 我是一个中国民族二代 在我父亲欧阳毅入狱时 以及出狱后为生活奔波的路上 海外的朋友 尤其是人道中国 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和鼓舞 去年我从中国逃到美国 也接受了人道中国的临时安置 现在我也是人道中国志愿者团队的一员 人道中国的团队都是义工 每一笔捐款都用于我们的事业 每一笔支出都会经过理事会通过 对于人道中国的这种模式 我十分认同 在近一年的志愿者活动中 我见着人道中国 给人在大陆坚持的政治犯及其亲属们 给予现实的帮助 能参与其中 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觉得海外华人应该帮助国内同胞 正因为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没有基本言论自由 没有法治 随意践踏人权 现在香港已经沦陷 瘟疫流行全世界 我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海外同胞 能够通过人道中国 支持声援国内的勇士 在他们和家人面临困境时伸出援手 谢谢